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创业军司》 我想每位女士都很喜欢收花 像我太太 虽然我每次买花给她时都说不要乱了,留点钱 但看到她收花时都甜丝丝 阿天,今集我特别期待,因为每次讲艺术创业 嘉宾都会为一些新的知识或角度带给我们 今天这位嘉宾是什么创业呢? 他将花与花艺结合了 所谓花艺诗Aster Farris的创办人Alice Alice 你好 Hello Alice 花这件事,有时你心情好的时候看到她更加开心 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见到她,问她心情又会好一点 也想问一下Aster Farris 做一个花束,其实对于我来说,现在是很难的 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将她结合配搭,做到很漂亮 以及扎成一束花 就以你为例,为什么会选择用花艺和花艺诗去创业呢? 我知道今次是你第一次创业的 就选择用花艺了 是的 其实一开始 就叫做刚刚毕业 毕业了两年 一开始就没有想过要创业 毕业之后就是回文职 可能朝九晚六 可能做得久了 都会想是否要继续这样下去呢? 就是想着你的人生意义是否要继续上班、下班、下班、下班 接着去年疫情有点时间 而且妈妈其实本身有学花 她有时学完会拿一些作品回家 看到其实也很开心 她自己的上堂也很开心 我就想着试一下 就出去学花艺 所以我看到她很开心 我也去了试试学 然后就发现花艺原来是我的沟通方法 但你本身有没有兴趣 看到觉得开心 但那时没有想过要去学 是的 然后我自己本身就修艺术 所以我也有接触过其他的媒介 可能是水彩、油彩等等 但到真的做了花的时候 就觉得原来做花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要创业的时候就选了花艺 我们了解了你创业的开始 我也想特别问多一点 很多男士都要了解这个问题 就是 怎样为之将花结合了艺术之后 怎样才为之一颗或一束的美花 其实美丽和不美丽 都一个挺个人的角度 很主观的 是的 比较主观的 但是在我觉得美丽的角度 就是要留意到花的状态 因为其实花和草本身 已经是很美丽的一件事 它也是大自然的礼物 我们除了就这样普通 可能在街边或在花墟 花店见到欣赏它的时候 我们怎样去将它的花的美丽再提升呢 我觉得这个是作为花艺术的一个工作 你用不同的花去留意它的状态 你把它放在一起 然后你用你的作品 是有当中的层次 高矮 你的线条去怎样砌到一个美丽的花 然后出来是可以令人有共鸣 又或者提升了 可能你放在家里 觉得很美丽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美丽的花 我听起来很考技巧 我也是花费公司 我也是在公司导书的 如果你需要 都是买花 你不要想自己亲自来送给你另一半 其实Velix真的 听到Alice这样说 你感受到她对花艺的热性 由开始可能打算做生意 专注学花艺 但发觉原来自己是一个兴趣不得 对这方面还有我们特别的感觉 她真的有这方面 反正我想问多些Alice 其实我们经常说在这个年代 创业做生意比上一辈是简单一点的 上一辈可能你去做创业做生意 要一定的资金 可能又要开店 现在多时候说靠网上一部手机就OK了 其实你创业初期 接着再发展下去 流程是怎样呢 是不是都好像很多不同的年轻人一样 都是用手机开始先的呢 真的的是 现在的Social Media 是真的这么成行的时候 是帮了很多创业的朋友 我自己就一开始是用Page来做的 其实当时设计这个货币 是没有想过要用来创业的 反而觉得是一个 我做花的一个日记 或者一个记录 我做完这些花就铺上去 这样就可以有一些照片 可以看花 谁知有人查询想买你的花 是的 还有有朋友问的 他就问你做花很漂亮 你在哪里学的 或者你会不会教人家 是怎样做的那些作品 就开始萌生了 有一个念头 就是可以试试用这东西来创业 适逢就是我朋友 他们是疫情有些时间 所以就说一起租个工作室 所以拍板就变了 就是由一个网店去到有个工作室 嗯 现在有网店 就是去到实际工作室 那工作室是卖花还是做什么的 我们工作室暂时 因为是楼上铺 就是工厂大厦 所以最主要就是上试的 用来上花艺货 或者是我自己用来做一些单单 嗯 我听你这么说 你是真的由一个 sou media社交媒体 去开始你的花艺货 之后就开一个实体的工作室 那现在其实做生意 我觉得是要online和offline 是两者并行 好似你做花艺那样 会不会 就是除了你是有一间studio 是教人做花之外呢 会不会都做一些 譬如很流行的pop store 就是一个商场 可能是做两天或一个星期的展销 又或者是去一些手作市集 真的卖艺术感觉的地方 有没有曾经做过或考虑过呢 是有考虑过的 就是除了你网上自己在看手机之外 你可能出去手作市集 你可以面对多些你的其他的观众 或者其他的客人 这个有考虑过的 有时都会有些手作市集的邀请 但可能外于鲜花是比较暂时性的东西 所以都考虑当中 看看会不会有些办法 可以如何去接触到外面的客人 我想花这件事 O2O真的很重要的 就是很多时候 就算你网上看到一棵花多漂亮也好 因为我觉得花除了外观 也可能有些香味等等 这可能是实质 拿上手去问过才有机会知道 但坊间也真的 坊间也真的很多花店 有些好像你这样 鲜花为主 有些是保鲜花永生花的 那你怎样可以从中显出你的特色呢 这个我觉得是靠个社交媒体 就是看你怎样去经营你的网店 我觉得在这么多藝丝 或者这一行业 这么多很厉害的人里面 怎样可以突出自己 就是要去建立自己的风格 这件事我都会自己做很多研究 然后再去实际做一些展示 去练习 就不是就这样 可能放上去 然后人们就会看 就是每棵花都好像有个故事 有些理论在里面 都非常重要 因为好像有Felix所说 其实花艺或花艺丝 在香港都有不少人去经营 很多时候你怎样去吸引到一个受众 或是人家扣买你 是说那个形象 品牌的理念 还有你有没有个人独特的风格 所以Alice这方面 那个想法也很清晰 说到花艺丝 对我而言 其实花艺可以说是由小到大 由生到小的 即是什么呢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 有出世 有毕业 有结婚 有离世 当中有喜怒哀乐 每一个过程 你都会有花的出现 小朋友出世 你会送花给太太 毕业不用说了 结婚也是 离世也会用上一些花 其实对于你来说 花是否一种叫做祝福 就是意识帮你的客户去转达呢 其实绝对是的 很多人来到 即是找我做命令 都是想有送给人为主 当中的祝福 我希望可以帮助他们 可以转达到 有没有一些 感受到这个故事 他曾经找我摘一束花 这个故事我真的感动 有机会分享给大家知道 比较难忘的是 接了一个求婚的花束 但已经是一年前 早一年结落的命令 可能是去年七月的时候 他就找我做了一束花 庆祝周年 然后他就跟我说 你可不可以想定 下一年求婚 我打算求婚的花束 是怎样的呢 我想画在卡上 然后放在时间浪 时间浪 他在下年求婚开的时候 就看到 那张卡的花束 和接着的花束 就一样一样 这个是挺深刻的一件 这件事 Adena 我觉得你问得很好 人的身来死别 其实不同的场合 不同的人生 都可能有一些鲜花 是陪伴着你的 但我很好奇就是 不同的场合 其实有什么的鲜花 即是哪一类型 去配搭的时候 才会更加match 不过今节的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节 要和Alice问多一点 我来上一节提及到 人生的不同场合 即是新来死别 或者不同阶段 都有很多不同类型的鲜花 陪伴着 其实不同的阶段 通常配搭是什么花为主 譬如阿天一天不小心 得罪了太太 激怒了太太 怎算送什么花可以补获呢 你一来说完之后 我说我会送什么花 好吗 当然送给伴侣的 或者情人的 就玫瑰花为主 多数都是 是的 玫瑰花 听到吗 然后不同的场合 最主要都跟 这个场合 来选颜色 和花菜 颜色是一个很重要的 考虑因素 是的 其实都是 例如新年的时候 一定是选大红大纸的花 黄色 就是这样 然后去到可能有些白事 就选择一些 菊花类的 或者是白色的花 然后可能这一段 毕业季季 当然是太阳花 很绽放 展开人生的新一业 我回应一个问题 如果我这么不幸 激怒我太太 我有一个经验 其实我知道我太太喜欢什么 我太太就喜欢杨吉锦 和马提兰 不过杨吉锦和马提兰 就不能做主花 所以我会配搭玫瑰 我也给各位观众提示 如果激怒另一半 尤其是太太 千万不要送什么花 康乃庆 为何呢 康乃庆是属于妈妈的 现在你激怒了伴侣 你还送康乃庆给她 我觉得个人是火场加油的 所以这个 我个人的小提示 阿天很有经验 OK啦 你也不少了 反而我又想问Alice 其实花蚁 花竹 我觉得有很多不同的风格 各有各的喜好 花蚁丝也有花蚁丝的喜好 其实有没有怎样分呢 例如有没有分是欧洲式 又或者是亚洲式 甚至是港式的花蚁 我不懂了 所以就要问这个问题了 其实暂时是比较地区性的 就是欧式 你刚才说的 欧式是否比较窝的 其实是 它们会着重多一点线条 比较可以奔放一点的 但怎样为止祸叠 就是连草的根 它们都会见到的 有时会用的 可能比较多些叶类 当然花都可以 其实很多种配搭 其他色呢 其他色有什么特别 或者韩色就会比较精致 整件事 可能是层次会丰富的 还有多一点点花 你的专场呢 又或者是难以你今天 带着花上来为例 我想一会可能都是送给我们 介绍一下 等我回去跟我太太说的时候 送给太太 这个是什么色的花 有什么特别 我说这一集会比较是韩色一点 还有会多些树花 就比较开始 现在很多花材 夏天也有很多花材 特别一点的树花 可能这个是用了屈甘香做主花 还有你见到颜色也很特别 是紫色的 是染色出来的 其实现在屈甘香在韩国都比较流行 甚至来到香港都很多 可能母亲节都可以送屈甘香的花束 其实由零开始 由最初不同的花枝 在不同的地方找过来的时候 变成一棵这么漂亮的一重鲜花 整个工序或流程需要多久呢 其实也不少时间 可能花艾丝会不会像大众想象般 很优雅地包着花 通常都会流汗 其实是很多工序 可能有不同做法 你可能在外国订了花 对 因为不同的花也会来自不同的地方 订的地方也会不同 对 可能你订了荷兰或日本订了花 然后或者你要再去 因为我们香港最主要一个花市 就是花去太子 你又去那里拿货 然后你回去再处理花 可能那里已经两三个钟了 然后再处理花之后 你又要等一晚 让它真的养得很漂亮 你第二天再包 包完之后 你又运送的过程 都是一个难题来的 我们经常都信买花好像很贵 但是当中其实有很多血泪在里面 是的 还有我有个问题 跟Alice去聊聊 其实做花是这门生意 是不是做几个月 然后其他几个月 即大半年才可以休息 因为我经常听说 我都觉得是的 做情人节 做圣诞节 情人节 圣诞节 还有一个时间 刚才我们提过 母亲节 母亲节 母亲节也是 还有一个时间 花量需求也很大 但是你必会留意到 是一个长时间来的 不是一天 你猜是吗 嗯 你问到 不要做 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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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365 就有些人生日 不就是 所以每天都有机会要用 我开股 不让你做这么多时间 毕业季节 都是一个花是需求的皇季 其实是否一个迷思 其实真的做几个节日 就可以做全年的生意 尤其是情人节 我听过 情人节的单量 可能是说半年了 你做完情人节之后 就够你半年为生 是否这些节日很重要 大家也不断争一下呢 其实也重要的 始终是 多大 占你的生意量或其他 行家的生意量大约多大呢 我想都占了 可能一年来说的话 都有两成 情人节佔两成 对 跟其他那些呢 我们讲的一些 圣诞节 毕业季节 新年和圣诞都是多 因为圣诞都是多 上堂 大家想自己剩一棵圣诞树 对呀 圣诞节都多的 毕业季节就有普通花束 太阳花 刚才说的那些 刚才我们说到不同的节日 有很多花的需求 但现在都新兴了一件事 就是有些叫永生花和保鲜花 但Alice就以鲜花为主题 会不会与他们的比较下 会不会有些竞争 因为永生花和保鲜花 是可以放一段比较长的时间 但鲜花的鸟姐日子也相对短 很快就会无端端消失了 其实不同的受众 有喜欢鲜花的朋友 都有喜欢永生花和干花的朋友 喜欢鲜花的朋友会喜欢它的质感多些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有很漂亮 开放的花得很漂亮的样子 到最后真是它丟姐 但你都可以认识到当中的过程 有大自然的喜乐 但永生花的朋友可能喜欢它 可以放在家里有得装饰 所以都有不同的观众 花的哲学 另外其实Alice也说到的 就是关于你的经营的模式 开头的时候 手机网上经营 接着自己就开了一个Studio Studio主力是做教学的 会不会是多一个叫做生意 多一个叫做收入渠道 又或者是接触客人的渠道 是你一个经营的方法 有这个方法 其实在做花艺是否比较常用 其实也是 现在暂时我都比较多花艺的朋友 可能是学完花之后 都会想去再分享自己的经验给其他人 花货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即是无论你有经验或没经验 你都可以去玩 你又会认识多些朋友 还有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收入来源 但我想问你如何维持 和学生的关系 因为我见很多时候 我自己都参加过 有啊我太太也有参加过 很多时候回去课程是一次性 即是你是独立这个课程 今个星期日又一班 下星期又一班 不是好像其他课程 是一次步步六班的 其实某程度上 意思是他上完第一次之后 有机会下次不来 又或者不是那么常常来 你如何维持着和学生的关系 令到你本身的生意可以持续下去呢 当然就是社交媒体的宣传很重要 还有都会有时可能你做回不同的课题 希望维持到他们当中的兴趣 然后再回来报名 以一个主题性 每一次我今天就做欧色的花 下一次就做韩色的花 下一次就做豆腐花 哈哈哈哈 Alice 我和阿天都一轮序 问了你很多 关于你的唱的故事 关于你的生意的经 亦都有一些花的知识问了你 最后不如问一问你 你作为一位90后 那么年轻 已经是自己 跳出来全职去做生意呢 是否都会遇到很多 淋淋沙沙 很多不同的困难 或者很多的经历 都百般滋味在心头里面 有些经历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一定是有很多不同的感受 其实开业了一年都已经觉得 哇 做了很多事情 有开心有不开心 当然 开心是当你送一些花给朋友 或者你帮他完成了一个顶单以后 他很开心我收到 觉得很漂亮 其实自己都很满足 那一下 当然有时就可能有些挫折 可能会是 可能有些物流相 或者你弄花的时候 可能你买到花 然后你要弄给客户的时候 但是这些花可能不够新鲜 或者不够漂亮 可能当中都会有 up and down 那些时候怎么处理 那些时候就 希望可以补获 补获 送多几磕 是的 再问一下他 看看你想怎样改善 对 其实做生意 总会有困难 会遇到 不过我想Alice 这个花类生意 除了经营上 赚到钱 更开心 有时可能最开心 就是在一个时间 譬如说 你为客人做一堆鲜花 送给家人 真的代表到那份心意 得到客人的赞赏 可能我满足感更加大 今天多谢Alice和我们分享 多谢你的时间 谢谢 谢谢 如果你都喜欢这条片 记得先赞好这条片 然后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然后按下小铃铛 留意我们最新的动态 记得要追踪我们的Facebook 直播我们最新的资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